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刊部 您好 您好 今天我问的问题就是 女儿的孩子十三 就是那什么自私自利 她就是挺小气的那种 但是也经常给她讲 弟子归纳 她也学了很多 也受到一些启蒙教育 但是效果不怎么好 就是妈妈呗 孩子的妈妈呗 就挺着急 请问刊部 这怎么应该教育孩子 孩子就是两岁三岁的时候 这个父母的教育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了 这个叫做家庭教育 然后这个 犹太人的这个 教育孩子的方法 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优小的 他们有很多的方法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些家庭 这个父母就没有故意的去 教孩子去学佛等等的 但是因为父母本来是学佛的 然后小孩就从小就看到 父母在学佛 那他自然也就是有了这个新疆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身教 身体的这个教育 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应该努力 我想应该会慢慢的改变的 但是比如说 小孩他虽然在家里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大的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在学校的教育 还有就是同学的这个影响 老师的影响 有些时候可能是这些的这个力量 就可能超过了他的家庭教育 但是家庭教育还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是确实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 但是不仅仅是理论 我们就有很多活生生的这样子的例子 所以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 还是努力吧 努力还是会有效的 感谢观看